下面开始讲解一下热风焊枪还有几粗焊机的使用方法 热风焊枪还有几粗焊机主要是用于 像出现攻击现场出现这种需要打捕音的地方的 现在开始第一步先是热风焊枪插上电源 然后打开开关 开关是下面这个钮 然后上面的钮是用这个钮 把它向右边打死 加温时间的话差不多是5分钟左右 当温度时间差不多的时候 用手感觉一下温度 如果温度可以的话 我们就可以开始对那个鲁丁开始进行修补 首先我们需要剪一块 比着鲁丁面积要稍微大一点的材料 大概是要盖过鲁丁的边缘 10公分左右 先用热风焊枪 对那个增加的那个材料 进行一个位置的一大级固定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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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位置固定好了以后 将温度调节的开关向左旋转 这是一个上温的过程 当温度降下来以后 将机器开关关闭 就可以了 下面开始做几出焊鸡的相关讲解 再停